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观点做了报道 YouTube已经成为全球许多青少年观看网络视频的热门场所 然而许多视频存在暴力、色情、粗言比喻等问题 对于少年儿童成长不利 许多家长也一直希望YouTube能够推出一个安全的少儿版 据报道 YouTube少儿版已经在开发当中何时正式推出 还不得而知 显然专门定位少年儿童版本的推出 对于广告主的受众定向也将是个利好消息 谷歌和YouTube已经联系了外部的开发商和视频制作公司 专门制作面向少年儿童的视频内容 在针对少年儿童用户方面 YouTube实际上有了一些举措 该网站提供了一个安全模式 可以过滤不恰当的内容 另外YouTube还有一个子板块YouTube教育 主要是面向学生提供的教育类视频 对于少儿 不宜的视频内容 YouTube目前要求用户注册时的年龄超过18岁 不过并非所有的视频都会标注年龄适宜群体 另外用户在注册时可以填写虚假的年龄 年龄限制成为摆设 因此仍然会有少儿用户接触到不适宜的视频 分析人士指出互联网视频已经成为成熟市场 用户的细分以及产品的差异化提供 水到渠成 由于YouTube是全世界网民原创视频的老大 YouTube推出少儿版的做法 也将会在视频行业产生示范效应 预计各国的视频网站也将推出是一少儿用户观看的版本